11月24号,欢迎收看八度空间五间新闻 我是张奥斌,马上来看今天的焦点新闻 马泰边境发生了枪击案 一名在边境执勤的警员福幸殉职 另一名警员重伤 政府考虑在霹雳一粒和沙巴布加亚 颁布紧急状态,已展颜着两场普选 至于在美国,密歇根州检票委员会证实 拜登胜出,联邦总务署也确认 拜登团队可以正式展开总统权力交接工作 马泰边境今天凌晨发生了枪击案 导致一名在边境执勤的警员不幸殉职 这起枪案今天凌晨大约三点 发生在玻璃市巴东雾煞马泰边境一个农垦地 根据新海峡时报报导 相信是非法集团不满警方 近来收紧了边防安保和巡逻 从泰国边界往我国方向开枪 结果,两名普通行动组警员被对方开枪射中 一人伤势过重,命丧现场 另外一人重伤,入院抢救 殉职的54岁武长巴哈鲁丁胸部中枪 而另一名39岁的诺利汉武长则是腹部中枪 送往嘉央端姑富之亚医院抢救 两人都是来自美罗普通行动部队 根据了解,枪案现场是走私集团最常用的走私途径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 在凌晨接获通知以后 已经紧急赶往现场了解情况 而根据马兴市的报道 玻璃市警方预料会召开记者会交代案情 由于沙巴疫情严峻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上个星期颁布御令 在三角时实施紧急状态,无限期展颜补选以后 如今政府考虑另外两场补选 也就是霹雳一粒国会议席和沙巴布加亚州议席补选 也沿用同样的做法 国安会和卫生部评估疫情风险以后 两个选区可能会进入紧急状态,展颜补选 其实是根据的危险 由于国会的健康和国际安全的国家 MKN 以来是在码石砂漠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拿督达吉尤丁 今早在国会回答 国阵笨真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阿莫马斯兰的询问时指出 9月举行的沙巴州选举 引发了新一波疫情以后 造成人心惶惶 选举委员会在三角时补选 也面临人手短缺的问题 而紧随而来的布加亚和一例补选 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目前医院和政府诊所需要许多员工 卫生部也缺乏医护人员 负责补选的医疗帐篷 协助有症状的民众投票 如果现阶段如期举行补选 当局认为投票率可能只有50% 顶级手套工厂传出了疫情 28家工厂必须分阶段关闭 股价也受到牵连 连日回购公司股票的顶级手套 今早股价再度失手 开始不久下跌55仙或7.5% 来到六令吉80仙的价位 成为了十大下跌股之一 顶级手套今早开市报六令吉89仙 比昨天的7令吉35仙闭市价 下跌了46仙 盘中最低下跌55仙 处于六令吉80仙的价位 虽然股价一开始就大跌 但之后很快就获得 趁低买盘支撑 稍微止住了跌市 截至早上11点14分 顶级手套报六令吉87仙 下跌了48仙 顶级手套股价下跌 也影响了马股走势 截至今早11点07分 富时大马综合指数 下错了10.86点或0.68% 报1586点 另外在国家疫苗计划下 卫生部旗下的所有诊所 从下个月开始 为符合资格的所有孩童 免费注射三剂 结合型肺炎链球菌疫苗 预防孩童染病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 发文告指出 这些孩童注射三剂疫苗 分别在四个月和六个月时 注射两剂基本疫苗 并在15个月再注射一剂辅助疫苗 凡是在今年1月1号和以后出生的 孩童 可以在卫生部属下的诊所 免费接种 父母或监护人受促事先预约 避免人潮拥挤 以遵守防疫措施 诺西山解释 注射这款疫苗 能够预防孩童感染的肺炎链球菌 引发肺炎、鼻痘炎、中耳感染 脑膜炎和败血病 如果病情严重 孩童的听力会下降 脑瘫痪或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至6月30号 全球有156个国家 采用肺炎链球菌疫苗 属于安全可靠的疫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现任总统特朗普 质疑密歇根州的选举结果 当地情况一直僵持 就在星期一 密歇根州检票委员会 认证选举成绩 以3比1的投票结果 确认民主党人拜登 横扫16张选举人票 这对特朗普来说 无疑又是一大打击 在这个月初的美国总统选举 民主党的拜登 以2.8%的票数差距 超越现任总统特朗普 选举结果遭共和党质疑 并一度提出诉讼 不过美国密歇根州检票委员会 星期一做出关键的表决结果 这个由两名民主党人 和两名共和党人组成的委员会 以3票赞成、1票弃权 认定密歇根州的选举结果 确认拜登以15万4千多张 多数票击退特朗普 16张选举人票归拜登所有 密歇根州检票委员会的表决结果 令特朗普无望 从这个摇摆州的败局翻盘 特朗普的盟友 也就是洛选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 詹姆斯打抱不平 曾要求委员会推迟投票的他 坚持应该率先审查 密歇根州人口最多的韦恩线 认证选举结果多次反转的问题 才下定论 这位置协认 不仅是能力 但要求 都要做到的 所有的能力 都要确定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您是任何人的 但没有人 可以做到的 依然的依然 可以做到的 判断 或是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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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美国选举结果余波未了 但后任总统拜登和后任副总统贺锦丽 马照跑舞照跳 两人星期一与美国多位市长进行虚拟会议 承诺新政府宣誓就职后 会携手合作抗击疫情重振经济 是的 虽然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依然挣扎翻身 但联邦部门美国总务署星期一已经承认 拜登是选举的赢家 并发函通知拜登团队展开权力交接工作 那特朗普叫后就表示 是他建议总务署启动初步交接程序 特朗普星期一发推文 肯定了总务署署长莫菲为国家奉献及忠诚 他不愿意看到莫菲和家人 以及总务署的职员 持续遭受骚扰和威胁 特朗普表示 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 他只是莫菲和他自己的团队开始初步交接 虽然特朗普看似准备交出总统大权 但他没有明言承认败选 而且还在推特强调会继续斗争 并相信自己会获胜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星期一公布了多项外交及国家安全人士任命 拜登宣布提名美国前副国务卿布林肯出任国务卿 前国安幕僚沙利文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至于国土安全部长这个职位 拜登则提名了移民出身的马约卡斯出任 拜登也强调他需要一支能够协助美国 重新回到关键位置的团队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为选举结果苦思翻盘计划之际 即将在1月20号入主白宫的后任总统拜登 已经开始布置他的那个团队 不过拜登的提名会不会遇上共和党人拦路 这位美国史上最年长的后任总统拒绝回应 在拜登公布的第一轮内阁名单中 前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被提名为新政府国务卿 现年58岁的布林肯 被视为温和的中间派 他和拜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20年前 两人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事的时期 至于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 担任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的沙利文 则被提名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此外拜登的内阁团队中也将出现首位拉美伊移民 将出任国土安全部长的马约卡斯 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土安全部副部长 拜登还提名前国务卿约翰·克里 担任总统气候特使 并将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 这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纳入致力于气候变化的官员 不过克里的职位并非内阁职位 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指 拜登预计将任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耶伦 担任财政部长 如果耶伦的提名获得参议院通过 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财长 拜登在提名声明中强调 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 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他需要一支在他上任第一天 就做足准备 重新夺回美国关键席位的团队 英国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 共同研发的新冠疫苗 有效度达到了九成 而且有两大独特的优点 稍后回来我们一起看看 有什么过人之处 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已经超过了1237万宗 超过2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星期一 和美国市长召开线上会议时 就强调会把抗议工作摆在第一位 也呼吁不同党派的市长 与他并肩作战 后任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杰 警力星期一在威尔明顿和49位市长召开视频会议 拜登也感谢各位市长自疫情爆发以来 就一直在最前线积极对抗疫情 美国的新冠疫情不断刷新记录 过去七天 平均每一天都新增超过17万宗确诊病例 尽管美国的疫情没有趋缓 死亡病例也突破了25万人 但疫情却丝毫不影响美国民众 趁着感恩节出游和回乡的计划 在刚过去的周末 大约300万人通过了机场安检 写下了3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 许多民众都表示 不愿错过与家人相聚的机会 因此愿意冒险返乡 他们也坚信只要做好防疫措施 就可以防堵疫情 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尽管今年的航空旅游人数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将近六成 但依然超过百万人 另外美国汽车协会发放的数据也显示 开车出行的人数也比航空旅游的人数高 根据10月中旬的一项调查 预计将有4780万人参加感恩节聚会 比去年下降了4% 不过就在疫情恶化以后 相信聚会的人数将会进一步下跌 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工作 全球都在关注 在莫德纳和辉瑞之后 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星期一也宣布 和牛津大学共同开发的新冠疫苗 有效性可以达到90% 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和其他一些候选疫苗相比 这款疫苗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无需在极低的温度下冷藏 因此运输便利 方便分配到世界各个角落 阿斯利康也透露 他们有足够的原料药 在年底前制出2亿剂疫苗 明年首季结束前 就能够制出7亿剂供应全球 阿斯利康表明 不会在新冠疫情中 透过疫苗牟利 按照阿斯利康和政府 以及国际健康组织达成的协议 每季疫苗价格为2.5美元 大约是10令吉25仙 另一方面 巴西圣保罗星期一也宣布 将开始对中国研制的新冠疫苗 展开临床试验 独立国际委员会将在12月初 公布结果 包括疫苗的有效性数据 圣保罗州政府购买的首批12万剂 中国科兴新冠疫苗上个星期已经运到 后续的疫苗原料将分批运到巴西 并由圣保罗州布坦坦研究所 在巴西生产另外4万剂4千万剂疫苗 巴西卫生部星期天也表示 将签署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意向书 向四家公司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采购新冠疫苗 不过这当中并不包括中国科兴生物 研发的疫苗 今天凌晨 中国成为了第三个展开月球土壤 采样任务的国家 休息片刻带你看一看 嫦娥5号升空的情况 常年遭受内战蹂躏的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动荡 政府均为了围剿占领提格雷州的民兵组织 对当地的无辜百姓下达了72小时的撤离通牒 否则进攻时毫不留情 害怕被殃及持余的将近四万名平民 唯有彻夜逃命 包括了七百名身怀六甲的孕妇 有的人在兵荒马乱中与家人失散 甚至衣不避体的逃生 只有二十五岁的怀孕女难民从安哈拉的家乡长途跋涩在列阳下步行了七个小时才跨过边界大河逃到苏丹 尽管与家人失散又被迫在逃命之际生产 但僧多周少的情况恐怕是杯水车型 虽然人类登陆月球已经有半个世纪 但月球土壤蕴藏的宝贵资源和科学价值还有待发掘 中国国家航天局在今天凌晨四点三十分就把嫦娥五号探测器送上了月球 为中国展开第一次的采样工程 这也是在美国和前苏联以后第三个从月球采样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进行月球探测 月球探测的主要目标就是更好地为科学活动和开发利用活动提供技术积累 我们将来的月球探测活动会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跟各国合作 长城五号姚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火箭飞行大约两千两百秒后 顺利将中国目前最重的探测器长额五号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长额五号在月壤采集材料样本以后将带回中国 帮助科学家更加了解月球的形成 变下了未来月球探测的重要基础 这一次发射是中国探月工程的第三个步骤 也被视为中国航天使最复杂难度最高的任务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倒数一个月 美国圣诞树协会一如往年为白宫精心选出了一棵圣诞树 星期一这棵圣诞树在马车的载送下抵达了白宫北门 那最后一年以第一夫人身份在白宫庆祝圣诞节的梅兰妮也出门迎接 这棵5.6米高的费雷泽冷山来自西弗吉尼亚州 是今年的圣诞树协会竞赛冠军 由泰勒夫妇培育种植 两人也和梅兰妮在白宫外合照留恋 而圣诞树将会挂满装饰展示在白宫蓝厅 白宫另一个传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在来临星期四感恩节的前夕特设一只火鸡 今年的火鸡来自爱荷华州 名为玉米盒玉棒 其中一只是备用火鸡 玉米盒玉棒目前已经入住白宫附近一家高级酒店 征服万丈高峰 向来都是登山爱好者乐此不疲的目标 远在中国新疆的红山大峡谷 最近就吸引了一批胆大的登山客前来徒手攀岩 新闻最后一起去欣赏攀上峰顶以后 峡谷磅礴而鬼斧神功的壮丽风貌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是张奥宾 我们再会